请欣赏相声 大王别姬 作者 刘子玉 由江坤 李文华和说 陆续上演 您喜欢看这个 传统京剧吗 传统京剧 按我们这个年纪来说 一般的还都喜欢 像我们这个岁数的 看那个有点感觉 什么感觉啊 听不懂 怎么听不懂啊 有那个戏词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说说是哪一句 哪一句啊 你像那个唱戏里边 有那个戴胡子那老头 手里弄了一根棍 一出了一喊 啊 妈来 您说怎么这么大岁数了 出门还叫着他妈一块来啊 那是叫马来 马来 准备骑马 手里拿的那是马鞭子 那是马鞭子 我以为柴火棍是呢 没看明白 好像那个唱的也不一样 京剧讲就是京腔京韵 我们过去听的那叫京剧歌 京剧歌 一唱歌这味儿 我以为柴火棍是咱们的民族艺术 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 就拿传统剧目来说唱练作答都很讲究 还记载了许多历史故事很有教育意义 对 最近我看懂了一场非常受教育 是啊 你看的什么戏啊 霸王别姬 这戏好啊 讲的是楚霸王项羽独裁专断 一意孤行 结果中了韩信十面埋伏 最后和心爱的飞子鱼姬 生死绝别 自吻乌江 对 就是这么回事 您说那个项羽那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理呢 要不怎么叫霸王呢 那个范增的话就是不听 他就认为自己正确吗 结果没脸去见江东的父老 最后是身败名裂 其实项羽这人还真有本事 力能八三嘛 手底下人也不少 八千子弟兵 也打过胜仗 战无不胜 本身又是党支部书记 领导干部 嗯 支部书记 就是平常学习上差一点 行别说了 谁是支部书记啊 霸王啊 楚霸王又入党了 不是 武霸王 哪来这么个武霸王啊 武霸王您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啊 姓武 平常是又王斗又霸斗 我们大伙都管他叫武霸王 哦 长得跟您一样嘛 对了 有这么比的吗 怎么咱们说了说了 项羽 又扯到你们支部书记这儿来了 我看他们俩人差不多 他跟项羽差不多 差不多 项羽独裁砖断 他砖断独裁 项羽喜顺勿逆 他勿逆喜顺 项羽听不得不同意见 他不同意见听不得 项羽唠个霸王别姬 他唠个 知书别期 别期啊 他老婆跟他打离婚了 嘿 哦 这个人平素表现怎么样啊 反正是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干 就会瞎指挥 一人说了算 满口大道理 不许提意见 你要敢触犯土政策一大段 明明啊 你是穿四十号的鞋 愣让你穿三十四号半 给人小鞋儿穿 然后使劲儿给你累累那鞋带 呵 冲你那个脚尖那儿再踩上一脚 哎 呵 可真够狠的 这个人平常有一句口头禅 哎 怎么说呢 叫做先民主后集中 哦 还有点民主作风 嗯 他给外屈了 怎么外屈了 是你民主你的 他集中他的 哦 满不碍的呀 就是啊 我在机关里头啊 我是搞总务的 哦 后勤工作 有一次呢 我们单位这儿分了点这个房子 嗯 照顾一下困难户 哎 这个宿舍是比较紧张 呵 这五八王一听说是三步并两步就跑我这来了 是啊 哈哈 小家徒子 小家徒子 我听说分房子啊 呦 这俩眼珠子瞪着 你们大赛怎么分啊 哎 这不是正准备找群众商量呢 哦 那好 那好啊 哦 原则我来交给你们啊 什么原则啊 先您走后集中 哎 好好 啊 啊 大家先杀让一下 然后支部这里集中一下 好不好 啊 这个支部的意见拿法子 一定要分给真正的困难户 对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譬如像我这样的 哎 这 你们家四口人五间房还困难呢 啊 眼光放远一点吗 那怎么往远了放啊 我们家现在四四口人 是啊 我的儿子一结婚就五口了 哦 他这么算 一生孩子就八口了 哎 这 刚结婚就生孩子啊 早产 早产啊 就算早产 嗯 也应该六口怎么会八口啊 也许一下子就要生三个了 哼 哎呀 他怎么想了 这 我的要求啊 倒是不高嘛 是啊 哦 是不是啊 都什么要求呢 无非是这个房间们再宽一点 嗯 啊 走廊们再大一点 嗯 好不好 这个条件们再好一点 嗯 啊 呃 呃 房钱再少一点 啊 那就太好了 哈哈 好事都让你想了 啊 我听说好好想咱们机关还分东西了 啊 对 啊 还分了几台电视 哦 来电视机了 我俩眼珠子又瞪起来了 我告诉你啊 先民走后去走 对对 如果是真正木美价廉的话 怎么样啊 我们家 先来一台 哎 哦 他们家先来一台 还有什么呢 呃 还有一些个进口窗帘 哎 那我们家先来一个 哦 还有一些内部书记 我们家先来一套 还有五张大衣柜票 我们家先来一张 还有两台锅炉 我们家来一次 来 呃 你们家烧锅炉啊 呃 那大家就分了吧 哎 那怎么分呢 不是 我们家买不起 哎 对 你们家也用不着 后来我们大伙这么一分析啊 嗯 冲他这么一分 还真符合他那原则 哦 就是先民主后集中 啊 好东西来了以后 现在我们这民主一会儿 然后在他们家集中 好 这么个民主集中 哎呀 这个干部啊 可真够霸道的 哎 你你说什么了 我说你霸道啊 你说我霸道了 嗯 我怎么霸道了 这还不霸道了 你搞什么搞 搞清楚 啊 下面做后集中吗 有那五个这个领导了 我告诉你 队伍要有头头 哦 哦 国家要有元素 单位要有领导 家庭 要有互足 哎 嗨 互足也算呐 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 动不动提借干什么了 四轮包搞的那一套 啊 头上长脚 身上长痴 我要给你背下来 我先背下面再背下面嘛 没动手呢 你这就是四人帮的作风 我是四人帮作风啊 那说不 你能帮我怎么样了 我工作掉了十几次 到哪里我也当领导 到哪里我也当书记 怎么的 啊 这里不带我到那里去当 怎么的 我就是铁饭丸 怎么的 我们 怎么的 嗨 什么叫怎么的呀 你生气了 气势力活该 不行 他还真能气人 就是啊 我们大伙这么一想 可也是啊 你说就喂几间房子 喂点大衣柜票 也不能把它撤职查办了啊 只有干生气 生气的事还多着呢 是啊 咱们甭讲大的 就说点小的 你说说 上星期六来说吧 嗯 我们那个食堂呢 跟加工厂联系了点 这个猪头肉 哦 大家分一分群众吧 挺好嘛 挺高兴 行的 大伙一看 也挺便宜 排队都排好了 嗯 这个五霸王听说了 三步并两步跑厨房这来了 他又来了 我听说来猪头肉了 这俩眼珠地又挣起来了 哎呀 还真不错嘛 三个钱这么一大盘 好便宜 哎 这是干嘛呢 扔嘴里一块猪头肉 它挺馋的 来来来 我先来几盘 你先等一会 后边排队去 谁排队了 都得排队呀 你搞什么搞 搞 搞清楚 嗯 支部时间很紧张 啊 排队耽误支部的时间 你要负责任 我 我 我没让支部排队 让你排队呀 支部我说的一道 我代表支部 干什么呢 哎 咋人 你干 我牢牢头 哎呀这毛病还真不少 我在旁边一看我赶紧过去 哎 别别 我说去您要几盘 要两盘那行 我给你 这么点小事 犯不着跟他抄走 外面那好些人还等着呢 那那那挑吧 哎 最终对支部的态度还差不多 哎 这就行了 哎呀 我来挑一盘啊 挑吧 哎呀 这盘我不要 这盘怎么了 这盘里边有那个猪的那个耳朵 嗨 猪头肉都有耳朵 猪耳朵我不喜欢吃 哦 那这盘有口条 我不喜欢吃 这盘有脑子 不喜欢吃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我喜欢吃猪的那个胸脯 行 猪头肉哪有胸脯啊 那是排骨 那行我就要排骨 去吧你 猪头肉还有吃排骨呢 我来旁边也看不下去了 伍书记你也太可以了你 啊 你挑挑剪剪 你想干什么呢 大伙伴实现四个现代化 没白天带黑夜的忙 食堂你们管也不管 下班下晚了 连那热壶饭都吃不上 我们自己联系点猪头肉 你看你过来 你也伸一腿 你也太可以了你 这种干部实在少有 啊 你们干什么 你们搞什么搞 啊 要不要大家领导的里边 我们里边 买猪头肉通过支部研究没有 这也通过支部研究 那当然了 叫派不卖你 什么 不卖他给我 啊 不卖你 那好 我宣布 猪头肉不要卖了 有 啊 明天星期天也不要休息 干嘛呀 开会讨论学习 学习什么呀 专门研究猪头肉 专门研究猪头肉问题 不是 喂 喂一盘猪头肉也开会 我把这个意见跟大家伙一讲 大伙全都翻了 这个五八王你也太霸道了 咱甭等明天 现在到会议室去说去 走 对 好好跟他讲一讲道理 这个五八王呢 一点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头 是啊 他说群众头脑热了 发昏了 你瞧还怨群众 你看他那个镜头 嗯 哈哈 他搞什么搞了不起了 哈哈 你说他干嘛呢 我看看你发烧了哟 谁发烧了 哎 你 干什么 我看看你发臭没有 臭我不臭 我又还不臭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搞清楚 啊 你们把党的领导放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一下 党的领导 与猪头脑之间的关系 啊 哎 党的政策就让你给委屈了 哎 有意见你们提嘛 啊 我不怕嘛 哈哈 我们也不打帽子 啊 也不扣棍子 啊 也不来鞋子 也不让你们穿裤子 哎 全部穿洗澡呢 那说吧 哦 大家说吧 当时唐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 嗯 你别说了 张口支部领导 闭口政治学习 这一套我们听够了 我们要的不是空话 对 我们要的是实现四个现代话 谁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了 我们要是好样的领导 就是吗 你看咱们对过单位那个党支部书记 大伙称他什么 群众的贴心人 啊 你瞧瞧你 一天到晚你什么也不干 托儿所 师堂 幼儿园 群众的福利 你关心关心 你为四话做什么了 你什么都不会 不要紧你跑那个单位门口的存车处给我们存存车收收费 也算你为人民做点好事 哪怕不给你二分钱呢 旁边有一个人搭茬了 嗯 什么让他收费啊 我不是损他他算不过那账来 二分钱就糊涂了 他竟算计人了 真是的 王工程师提了一句意见 嗯 让他给弄干校劳动三年 现在他还不认错呢 还坚持错误呢 李技术员就因为提了点不同看法 嗯 他说人家反对党的领导部说 反正实验室的钥匙都给没收了 什么事儿 人家实验室里这么大一个装滴滴味的瓶子找不着啊 哪去的 他拿家给抛拉玩醋了 哼 他也不怕中毒 嗯 生活上的事小 嗯 你这种作风你就是我们四化的半鸟石 对 你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要 向上级领导反应撤了他 他一听更急了 搞什么搞搞清楚 有 啊 先民族好激动 你们民族完了我还没有激动吗 你还激动呢 啊 你这就快霸王别激了 别什么激啊 啊 我别不了鸡 怎么着 我们家那个鸡喜欢我 嗨 这叫什么话呀 他这正嚷嚷的呢 电话里人响了 谁来的呀 他爱人来的 哦 一接电话你瞧他得交话劲 嗯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你们看到没有我这个鸡来的 不是 那个我们是这个电话鸡 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呢 老五啊 有件事儿跟你请示一下 咱们家里中午吃什么 你快做指示啊 有吃饭也得请示啊 哈哈哈 关于咱们家中午吃什么饭的问题 支部研究 烙饼黄鱼 这 这也是支部研究 黄鱼没有吃胖头行吗 不行胖头不行啊 胖头都吃太多了 哦 还怕扎嘴 嗯 那你还吃猪头肉吧 不要吃猪头肉了 猪头肉怎么了 我差点跟猪头肉打起来 哼 跟猪头肉也打架 放下电话 咱们一看人全没了 哪儿去了 全让他给气跑了 那还不跑 人跑了 嗯 大字报给他贴满了 写了什么内容啊 这边写了 这样党的领导 我们不要 那边写 我们要的是 真正的民主作风 大家向上级党委 强烈要求 要撤掉五霸王的职务 人民的意志 不可辱啊 就这样 他那还耍威风呢 是啊 什么搞 什么搞 我要给你们点厉害 呛呛 呦 什么动作呀 正在这时候 门开了 谁来了 他爱人赶来了 哦 黑门这么一看 哎呦 这么多大字报 心里也挺难受的 嗯 老五啊 老五啊 你看看 你这是怎么工作呢 啊 你那作风是得好好改一改了 人家大伙提的都对啊你 啊 你好好总结总结吧 走走走走 行了 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回家先吃饭去 对 回家吃饭吧 搞什么搞 呦 我问问你 黄鱼买到没有 还惦着黄鱼呢 这天都上哪儿买黄鱼去啊 嗯 这不菜市场有现成的皮和馅 我买了点 咱们回家包饺子 你再喝上它二两 还挺成的 怎么喝二两 有 你搞什么搞 为什么改掉我的指示了 啊 谁指着你吃饺子了 我告诉你 你这是木屋 火族 在家里也这么霸道 百怕爱人气得直哆嗦 老五老五 你也太可以了你 啊 你一点民主作风你也没有啊 你别出霸了 你还霸道 真是 大伙要撤你啊 活该 我跟你说吧 我早就料得你有这一天 今晚上咱们家也开个会 我跟你说 我们大伙商量商量 想法啊 把你的户主也给你撤喽 得 这回真要别急了 干嘛 这么护主啊 我告诉你 没那么简单 阿姿不没有研究 我还是要说了算 还不改呢 你还要说了算 好 你说吧 我走 我跟孩子 我们全走 我们不跟你过了 你要不改 我们就不回来 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呢 这护主也是别人的 得 我忘了一听 怎么着 护主是别人的 这是要跟我离了 就是 赶紧就 回来 回来 回来干什么呀 关于护主是谁的问题 你听听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是吗 什么呀 你明知完了 我还没有集中 还集中呢 我还没有集中 感谢观看